我们连美慈悲的神,感谢神你从罪恶当中拯救我们 也把我们放在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的教会里面 今天求神赐给我们当需要知道的话语 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学到的话语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结出果子 我们也为那些现在正在患病当中 然后在试探当中的为他们祷告求神赐给他们力量能够战胜 我们也为那些刚刚得救的弟兄姊妹们求神 帮助他们能够与教会联合,然后在教会里面成长 扎根在教会里面 我们所有的教会的计划 特别是下个月的福音不到会 求神在前面引导我们 求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以上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打开约翰三书 约翰三书 约翰三书 约翰三书第一章 一节到四节 我就不告诉你哪章了 因为就一章 我从一节读到四节 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甘油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亲爱的兄弟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我就甚喜乐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时间真的飞快的过去 现在每天越来越冷了 然后天气晚的也早了 天黑的也早了 我们2022年的系统呢 11月底就结束了 我们也是我们回顾一年的生活的时间 我觉得神呢 把我的心 放在了 约翰山书的这个地方 让我来默想这个话语 我参加了早上的话语默想的QT 然后我们在默想的时候呢 我们我非常的受这个话语感动 所以我就很想 当然这个约翰三书呢 是使徒约翰所记录的 这个使徒约翰呢 他是非常的被主所爱的一个使徒 所以他写了五本圣经 五卷圣经 有约翰福音 还有约翰一书 二书三书 还有约翰启示录 所以根据这个记录呢 约翰三书呢 是约翰所写的 那他写的时候呢 其他的11个使徒呢 都已经为了主的名被屠杀了 所以呢 他被发放到拔摩岛的时候 写的写了约翰启示录 关于这个使徒约翰呢 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我听说呢 去过拔摩岛的一个人 我从他那听到了一个故事 这个使徒约翰呢 他被放放到拔摩岛呢 然后在那呢 也传了福音 根据记录呢 那个那里头有人阻挡他 传福音 在那 他同样呢 也是一个像魔术师一样的一个人 不论你相信不相信呢 他呢 可以 他可以在水底下憋气 憋几个小时 有点难以相信 所以他跟使徒约翰呢 说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我们的 看看我们的神到底谁的神是真的神 他跟约翰来比 所以这个人呢 他在 吹 他在这个吹嘘 他能够在水底下憋气憋很长时间 所以他想和使徒约翰来比一下 看我们的神 谁是真的神 然后使徒约翰说 可以呀 然后使徒约翰说 你先来 所以这个人呢 他就先到了水底下 然后使徒约翰就 向神祷告说 求鼠让他别从水里出来了 所以他到现在还在水里 不论你相不相信 这个就是一个 我在这个巴摩岛的一个导游 所听来的一个故事 这里使徒约翰呢 他把自己描述为是长老 所以呢 这个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对使徒约翰的描述呢 在使徒约翰里面表述了说 是被主所爱的一个使徒 所以我们能看出来 所以我们能看出来 他是非常深深的被主所爱的一个使徒 所以呢 我们能看出来 他是非常的知道主的心的 这个约翰呢 他在写这封信呢 给这个一个基督徒 名字叫做该游 该游不是牧师 关于该游呢 有一些争论 就是说这个该游是谁呢 但是最终结论是 这个该游呢 应该是罗马书16章出现的这个人 我们看一下罗马书16章 23节 这里呢 介绍该游呢 是使徒保罗的一个同伴 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游 问你们安 这23节 承认管 银库的尹多阿都和弟兄 阔土问你们安 所以这个该游的这个小明呢 也是他这个教会来主管 掌管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职份 所以他是教会的一个管家 他也是使徒保罗的一个同伴 所以他呢 也在提供整个教会的饮食 所以他呢 也在过着一个很好的信仰生活 当使徒约翰在写这个约翰三书的时候 写到该游的时候 他仍然还在过着信仰生活 我看一下 我看了一下这两个书信的这个 所写的这个时期 所以就是说 这两个书信之间 间隔了30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这个该游呢 他一直都在过着很好的信仰生活 当我从这个该游学到的呢 就是这样 就是说 有的人 有的人呢 过一两年非常火热的信仰生活 然后就消失了 但是这个该游呢 他是过了30年至少的信仰生活 他呢 一直在管理教会来提供大家的饮食 这是不容易的 所以说我们能看到 就是他信仰生活的这种一贯连贯性和坚持性 因为该游他是一个弟兄 我们可以 差不多我们可以相对于现在呢 就相当于侍奉会长吧 还有这个母亲会会长 如果要是做了30年的话 是什么样呢 这个30年来做侍奉会长是什么样呢 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他同时呢 是来管理整个教会 然后就是 不管是谁到他家里来呢 他都会来招待他们 给他们吃的 我想他也应该是做饭做得很好的一个厨师 所以今天的这个标题呢 我是这样说的 就是能够让主喜悦的基督徒 这是我们今天的标题 如果你读这个约翰三书的一章三节的话呢 这个 这里边约翰说 我非常的 喜悦你 这个约翰三书呢 是写给该有的书 这个约翰也像 在这里代表了主耶稣的心 也可以看成是主耶稣写给我们的书信 就像是 约翰特别是被该有所喜悦 同样 主呢 也会被我们某一些教会里的弟兄姊妹 所非常的感到欣慰 在教会里边有很多的人 也像该有一样 那同样 也有一些人呢 也有像在九节十节里边 所写的那种 让主感到不舒服的人 也在教会里面 关于写到这个 写到丢菲特的话呢 主呢 就像是孩子一样 有的孩子呢 是让父母喜悦的 有的孩子是不让父母喜悦的孩子一样 如果我们看格林多前书的话呢 十六章的话 这里边提到了所有 这些 使徒的名字 这样让主喜悦的名字 都记录在这里面 由斯提凡 福图拿都 并 雅该古到这里 我都很喜欢 因为 你们带有我不及之处 他们补上了 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 有的人呢 是会让主的心 非常的喜悦的 所以 有这个教会呢 有些人在教会里像使徒约翰一样 是主的工人 所以我们应该呢 去做让主说喜悦的工 这是信仰生活的真正的意义 所以信仰生活不是坚持我们自己的想法 我有这样的热情 我有这样的热情 我有那样的热情 而是我们要顺从在教会的计划当中 在约翰三书 如果你读一节二节的时候 这里边是一直都在用在说 我所亲爱的该由啊 我所亲爱的呀 真的是这是一封爱的书信 非常短暂的一段一张书信 但是他确实是在表达了他对这个人的爱 那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该由的位置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该由 然后没有电话 也没有 那个时候也什么都没有 那个时候只有书信 如果在那个时候 你从这个使徒约翰那儿 收到了这封信 然后你再读这封信 那从这个第一句话的这封信里边 那这个该由一定是被深深的感动了 讲一下一下 如果这封信是从使徒约翰 被主深深爱的使徒约翰那儿来的 并且他是被主深深所爱的使徒 那该由读到这封信的时候 他一定会不仅仅只读一遍 他一定会反复地读这封给他的信 然后记住每一个使徒约翰所写的细节 想象一下 如果当使徒约翰写这封信给该由的时候 那 约翰想起这个 就是他给该由写这封信的时候 他写的是亲爱的该由 那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该有多么的安慰呢 这封书信也是一封安慰的书信 你知道 要想来管理一个教会的话 从来都不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如果你要是把每个人 把他们邀请到你家来 然后来请他们吃饭的话 这个都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能够让他们来你家 然后让他们在你家睡觉 然后招待他们吃饭 这个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举个例子 当我们家这个开放家庭 这个我们家开放家庭来区域聚会 或者母亲会聚会的时候 我妻子在那准备的时候 我都没有办法跟他说话 他是非常专心的来 非常专心的来准备这些东西 我最好的就是赶紧 在他的面前消失 别影响他 所以该油呢 在这个背景后面 他一定是做了很多的这些付出 来准备这些食物 在这忙碌着 所以该油呢 他也是一个人 他的这个肉体呢 一定他也有很多的挣扎 他可能也不是每一次都非常的喜悦的 完全的去做这样的事 他有他的苦处 所以我们想一下 在罗马时期的那些所有的圣徒呢 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像该油一样 我们在这个青年会的时候 学到了这个刘便和加德 他们呢 先想的是自己 他们先在 想在约旦和东边为自己选地 所以该油呢 他一定是在那个时候也有面对同样的情况 当他得到这封信的时候呢 该油呢 他能够明白 这个使徒约翰明白该油 他经历了什么 他所有的眼泪 所有的东西都被使徒约翰所理解 所以呢 在教会里面 也有呢 付出更大的牺牲 付出更大劳苦的这些人 在教会里面 就像是使徒约翰 从来都不会忘记该油所付出的劳苦一样 那耶稣呢 他更 有更 所有都知道的主耶稣呢 他更是知道 一切的主 我们看一下西伯来书六章 第十节 因为神并非不公义 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工和他们 你们为他名所显得爱心 就是先前伺候圣徒 如今还是伺候 人呢 是不完全的 有的时候他会忘记 他从别人那儿得到的帮助 但是 主耶稣是不一样的 他会记住 所有我们所做的一切 约翰 只是写了一封信 给该油 只是一个章节 那 那我们想一想 主会给我们写了多少的书信呢 那这一本圣经呢 就是神所给我们的爱的书信 无论是谁 如果他像该油一样 在过信仰生活的话呢 那他读每一章的圣经呢 都得到了从神而来的安慰 就像是约翰三书 是一本爱的书信一样 整本圣经都是爱的书信 从主而来 嗯 嗯 所以他呢 神用这个爱呢 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并且呢 会爱我们到底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该由呢 一定会把使徒约翰给他的这封心 放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然后总是反复的去读 所以我们得救以后呢 我们能够明白 圣经是神给我们的一封爱的书信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把圣经随时放在我们的边上 总是来读它 《生命纪》17章19节里说 存在他那里 要平生诵读 好学习敬畏耶和华 他的神 遵守遵行 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 不 如果无论是谁真的爱神的话语的话 一定会把这个话语放在他的身边 总是经常读 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呢 我们都有一些家庭的 家庭的全家的全家福的照片 我们把它作为一些摆出来 然后装成装饰品 是因为我爱我的家人 所以我总想看一看 不仅仅这本圣经 只放在这个 我们应该放在房间里 放在车里 放在随时能够拿到的地方来读 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19篇54节 诗篇119篇54节 我在世寄居 速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 这个神的话语呢 成为了我的诗歌 就像是我们刚开始听的赞美诗一样 每当赞美队他们给我们带来一首歌的时候 这不是就唱一遍 他一定是在反复的反复的在唱 大卫是多么的爱主的话语呢 已经成为了他的诗歌 如果大卫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话 他一定也会在这个唱诗班里头服饰的 我们看一下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的思想 这里边是一个感叹 我何等的爱慕你的律法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在你人生当中有这样的感叹呢 每当你发现你离圣经特别远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说 我得赶紧来到圣经里面 然后读圣经呢 这个人呢 他一定会唱起来的 如果大卫要是跟我们在一起的话 他一定会每天早上参加我们的早上圣经默想的 我们很多字里很多人 在参加我们的早上的圣经默想 你觉得有益处吗 是的有益处 诗篇119篇165节说 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 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第165节里说呢 大卫有很多的苦难 但是呢 他能够看到他每当在苦难当中 神都会解救他 这是事实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也有很多的苦难 有很多的挣扎 谁 这里头不是说谁读你的律法 而是谁爱你的律法 有大平安 这里说的是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 就像约翰三书里边说 不仅仅是爱的书信 而且是安慰的书信 整本圣经也同样是 不仅是爱 也有安慰 圣经是一个非常 对这个非常一直热心 坚持不断的过现仰生活的人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每当他们想顺从圣经的话语 想过现生活的时候呢 他一定也会遇到一些挣扎和一些苦难 那他从圣经的话语里会得到很大的安慰 诗篇119篇49节到50节 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 叫我有盼望 这话将我救活了 我在患难中 因此得安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篇里边 就作者 他也有很多的这个苦难 因为他想顺从神的话语 我们想象一下 这个在大卫的那个时期 只有摩西五经 这五本圣经 但是他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他仍然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 然后继续过他的信仰生活 那些真的很想为主活的人呢 一定会遇到苦难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 主要经文 约翰三书 第一节第二节 第二节 亲爱的兄弟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这里边说是 我愿你 我为你祷告 他说 我祷告 他是真诚的在为该由在祷告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用的是 现在 现在时态 所以就是说 这个使徒保 使徒约翰在一直为该由祷告 甚至现在也在为该由祷告 我们想象一下该由他 知道约翰是非常离耶稣非常亲近的一个使徒 然后他在为他自己为该由祷告的话 该由知道这个事情的话 他是对他多么大的安慰呢 我是一个软弱的人 但是呢 如果我们教会里边的一个人知道说 有人在为我每天的在祷告 那这个听到的这个人 他的心一定是很大的安慰 就是当我说我在为你祷告的时候 这个被祷告的这个人听到的话 他的心一定会非常的高兴 这第二节里边 他首先说的是我们灵魂的兴盛 因为该由他是一个得救的人 无可置疑 无可置疑他的灵魂呢 是在兴盛着 因为他是一个得救的人 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救恩 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救恩 并且他呢一直在服事 在劳苦 然后传福音 然后服事 他 所以 无可置疑他的灵魂呢 在一直非常的兴盛 有没有比一个人灵魂得救 然后还能够在教会里头 在服事主这样的人的灵魂 更加兴盛呢 这里边说我愿你的 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康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该由 为这个教会呢 付出了很多的劳苦 然后使徒约翰呢 也在为他祷告说 让他做凡事都顺利 都兴盛 因为如果说他的事情 如果我们世上的事情的 特别凡心的太多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专心的来为教会服事 所以说这个使徒约翰 也在为这个该由祷告说 凡事顺利 凡事兴盛 如果我们在真的在非常热心的 在为主的功 在做主的功的话 那主也会帮助他 凡事都顺利 我们想象一下 这个主耶稣呢 就也在为我们祷告 就是说 让我们 如果我们在为主服事 在为主做功的话 那主也在为我们祷告说 让我们凡事兴盛 有些人呢 是在 先来 关注自己的 生活 然后他总是在担心 自己的工作 然后呢 把主的事放在第二 放在第二位 但我们真的应该是把这个顺序换一下 如果我把主的事放在前面的话 主会把我的事 来 照顾得很好 我们周三的聚会 我们总是听到 牧师 李约翰牧师 他的话也说 主会帮助我们的 作为我呢 我也同样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我同样也有个个人的经历 也就是主 我呢 在这个军队服务兵役的时候 当然那个本身的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我能看到主在我的生活当中 怎么样的来帮助了我 该由呢 他 同样 因为他得到了从这个 使徒约翰所给他祷告 所带来的安慰呢 他一定也同样的在为别人祷告 我们想象一下 约翰在为该由祷告 那主也同样在为我们祷告 我们有很多 我们能够过现场生活到今天呢 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 在路加福音里边说 耶稣说 我为你祷告 这样你才免得失脚 主说 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好像你们筛 你们筛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我们想象一下 以色列百姓 长期的在旷野生活 但是他们最后能够胜利 不是因为他们做得好 而是因为主的帮助 罗马书八章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见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圣灵呢 进入我们里边 他不是在我们的心里头 什么都不做 他知道我们缺乏什么 他来帮助我们 有的时候 你过像生活的时候 你可能会对自己说 这一周全部都是安排 我怎么样能够过这一周呢 我也听到一个姊妹 也是这么说的 有的时候我们的日子 非常的繁忙 你有工作 还要在教会里服侍 可能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当我回顾的时候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顺利地度过了 我们回顾的话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都是这样的 怎么样能够成为可能呢 就像是这个圣经里面说的一样 因为我们的 就像是这个章节里说的一样 我们的软弱由圣灵帮助 我们看一下 同一章33节到35节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圣灵在为我们祷告 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 然后主耶稣 他复活之后呢 坐在神的右边 也在为我们祷告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信仰生活呢 在这里过呢 我们是更 真的是更好了 这就是为什么 当我们去天国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只能是去 感谢神赞美神 就像是父母在为孩子一样 那主耶稣呢 也在为了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呢 有些弟兄姊妹在我们周围 然后呢 在经历着苦难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把他们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主要章节 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呢 说的是该有所做的这个 非常好的工作 在这个时期呢 在这个时期呢 不是这个教会系统 不是非常的 呃 不是很健全的时候 所以在六节里边说呢 有这个克吕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早期 英国的这个 英国的这些 初期教会的样子 他可能会去各个国家 去这个 去宣教 第七节里边说呢 呃 对于外邦人 义无所取 因为他们是为了主的名出外 呃 他们那个时候传福音呢 他们是不不向周围的人 取任何的东西的 但是对 这些 呃 那这些传道人 他们怎么样的生活呢 这正就是呃 该有所做呃 来服侍这些呃 这些人的事情 第六节说 你 他们在教会面前 证明了你 你的爱 你若配得过神 帮助他们往前行 这就好了 呃 约翰呢 在证明 呃 证明该由 他是呢 呃 行在真理当中 邀请弟兄姊妹们来到家里 来招待他们 至今呢 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呢 呃 他们的 呃 当然最关键的是 主首先是得 喜悦 能洗 让主喜悦的 首先是得 是重生得救 如果没有重生得救的话呢 是不能让主喜悦的 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呢 他是不明白什么叫做为主而活的 他是不知道怎么样的能够让主喜悦的 这就是为什么主呢 是最以这些得救的人才能够喜悦的 主首先呢 对 先是喜悦 呃 能够得救的人 第二呢 就是这个得救的人 他能够居住在教会里面 有的人 他们 来了很长时间 嗯 当然长期的在教会里也 我们当然是很高兴 但是我们如果有新得救的人 然后 在我们看到这些新得救的弟兄姊妹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你给整个教会带来了多大的喜悦 这里有很多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 十五章 路加福音十五章 在说的是这个主非常大的这个喜乐是什么 十五章七节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脚比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 主呢 是最喜悦的就是一个灵魂能够得救 这里边说解释了主呢 最喜悦的是什么 那谁能够让主喜悦呢 就是能够来做这个为主做这个事情 就像是如果一个孩子在做父母 想让他做的事情的时候 父母一定会非常的喜悦 一个人 他一个在 如果一个人在拯救灵魂 一个教会在拯救灵魂呢 这个主一定是最喜悦的 同样主也非常的喜悦的呢 就是能够从罪里边把自己分别出来的人 我们再来回到约翰三书 第三节 三节里边说 我的喜乐非常的大 所以第三节 所以第三节里边说 当弟兄来的时候 他看到了该油的家 然后他来 看到了该油首行的一切 然后来做为该油做这个见证的时候 然后能看到该油 他是在按真理而行 当然救恩能够让主更加的喜悦 但是更加喜悦的是 当一个人得救了以后 他能够在教会里边 他能够按真理而行 远离罪 然后呢 得主的喜悦 这个是让主更加喜悦的事情 我们想象一下一个父母 他看到他的孩子 他要和他这些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 父母非常的担心 但是如果他在真理性的话 父母就会非常的喜悦 约翰二书一章四节里说 我借你的儿女 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 领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 这里边说的是遵行真理 也就是我们从父所领受之命 我们从父神那领受到什么命了呢 对那些得救的人 圣经对我们说什么了呢 我们在话语里边 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呢 非常重复的在听的一个戒命是什么呢 就是要在我里面 彼此相爱 要搭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一直在反复的听这些道理 所以主呢 非常的喜悦的 就是能够遵守这些话语的人 而且呢 他这个该由呢 他一直都在招待其他人 然后呢 主呢 非常热心的在为主做工 所以主呢 真的是非常的喜悦 他所行的 所以 又通过信心得到救恩 并且行在真理当中 然后用我全心全意的来做工呢 主呢 真的是非常的喜悦 当我们 一直在读这个约翰三书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感到 不仅仅是 约翰对他所做的很喜悦 而且呢 在鼓励他要继续这样做 第八节里边说呢 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 他说的是 这个这么做是对的 就像是约翰 在 让 该由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主呢 也同样在这样的 让我们这样做 不仅仅是我们就 做一件好事 而是我们要不停的 继续的来做这样的事情 主呢 会因为我们很喜悦 但是呢 同样呢 也有一些问题 就是有些人做的事情 总是相反的 我们看一下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 但那在教会中 浩维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 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 他所行的事 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 还不以此为足 他自己不接待弟兄 有人愿意接待 他也禁止 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 赶出教会 每当约翰想到该有的时候 他一定很欣慰 但是每当他想到 这个丢特非的时候 他一定是心里感到 非常的愁烦 非常的难过 主呢 比使徒 约翰 更 加的宽广 就像是 约翰一样 那主呢 也在教会里头看 每一个人 他一定也会被一些人 感到非常的欣慰 但是同样 他也会看到一些人 也感到非常的难过 和伤心 和哀叹 就像在家里边 有一些孩子 可能会让父母 非常的喜悦 同样 也有一些孩子 会让父母感觉到 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当我在首尔教会服事的时候 我负责一个区域 然后 这个区域的平均年龄呢 都非常能大一点 然后 他们呢 他们的这个孩子都已经是青年会的了 那我可以看到 有一些弟兄姊妹 他们非常的担心 他们的孩子 现在我们的伦敦教会呢 我们的这个孩子 可能还小 可能现在还行 因为现在 在这个孩子 这个年龄呢 他可能最坏的事情 他可能就是晚上不睡觉 但是经历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呢 他们的这个 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奇怪 我听一个姊妹说 他的儿子 从高中毕业以后呢 他就消失了 就再也不联系这个父母了 那这个爸爸 他呢 这个生意也做得非常的艰难 然后他的父母呢 到处就去找这个孩子 在一些情况下呢 哦 因为后来他的孩子呢 就被这个警察找到了 因为他们在跟一些坏朋友 在一起交往 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所以 同样在教会里边 也有这样的法则 每当 我想起一些教会里的一些 人的时候呢 我就感觉到心里头非常的欣慰 但是同样呢 也有一些人 我一想起来的时候呢 也会让我心里非常的作难 我们想象一下 这个创造主和被造物 我们在主面前 我们还是 我们那么的渺小 但是我们想一下 我们这么渺小的人 我们可能会通过我们所做的事情 让主喜悦 同样也会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让主感到难过 我们来看一下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一章 以赛亚书一章 一节到四节 天哪 要听 地啊 侧耳听 因为 耶和华说 我养育儿女 将他们养大 他们竟背逆我 牛认识主人 驴认识主人的草 以色列却不认识 我的民却不留意 嗨 犯罪的国民 担着罪孽的百姓 行恶的种类 败坏的儿女 他们离弃耶和华 藐视以色列的圣者 与他生疏 往后退后 第四节呢 是主的这个哀叹 这个嗨呢 是一种 对这个哀叹的一个表达 这就像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叹息一样 第三节说 牛认识主人 驴认识主人的草 但以色列却不认识 我的民却不留意 就像是主一直像孩子一样 在养育他们 但是他们却不认识神 我们呢 得到救恩以后呢 我们为什么不每天来 得主的喜悦呢 在以色列百姓是非常的 不愿意听神的话的 我们看一下以色列书 48章17节 大卫七章十三节 大卫家你们当听 以色列书说 大卫家你们当听 你们使人厌烦 岂算小事 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呢 他们呢 向神呢 发埋怨 让神难过 在 求大的时期呢 那个时候 他们只要是向神求帮助 神就会给他们一个兆头 但是他们那个时候 不向主 求帮助 所以主呢 那个时候非常的 这个痛心 十一节说 你向妖华 你的神求一个兆头 或求显在深处 或求显在高处 就像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 我经历过同样很相似的情况 我可以帮助你 然后那个人说呢 是啊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就是有点 类似像这样的情况一样 这个孩子呢 他可能 在这个 经历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然后父母到他的跟前说 啊 我以前也经历过这样 我可以帮助你 但是孩子却说 啊 不用了 不用了 那这个父母的这个心情是什么呢 他一定会很 很难过 我们看一下 以赛亚书48章 十七节 十八节 以赛亚书十七节 耶和华你的救赎主 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引导你使你得益处 教训你使你得益处 引导你所当行的路 这里十七节说 原本里面说是 让我们的价值能够增长 所以呢 所有的这些神的教训呢 都是让我们得益处 然后让我们能有一个更加有价值的人生 如果我们想的话 这个 我们想一下这个奖牌 如果奖牌不是纯金的 但是呢 神呢 是想让我们更加的纯 像纯金一样的 主不仅仅是 教导教训我们 使我们得益处 并且呢 引导我们所当行的路 主对人说 听我的话 听我的话 遵行我的话语 十八节 这是主的一个 一种 深述 一种呼喊 在韩语的版本里面说的是 主说 我非常的伤心 十八节说 甚愿你速来就听从我的命令 你的平安就如渴水 所以 我们人生当中的很多的后悔呢 都来自于我们当初没有听神话语的教导 我们看一下真言 真言五章七节 众子啊 现在要听从我 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 十一节 终究 十一到十四节 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 你就悲叹 说 我怎么恨恶训毁 心中藐视责备 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 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 我在圣会里几乎落在猪斑鳄中 嗯 人生呢 非常取决于你要听谁的话 我们到底是想听我们的世上的朋友的话说 来我们去一起聚会吧 我们去玩吧 还是我们想听圣经里面 神的教导呢 我们这里有年轻的一代 你呢 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 你的人生取决于你要听谁的话 主是 他是有喜乐的感情的 也有悲伤的感情的 圣经 啊 同样这个主要 我们看 我们翻回这个约翰三书里边 所记录了 该由他到底做了一些什么 约翰三书 哦 这里边说的是丢特菲 他说他不接待 不接待我们 这里 这里头不仅仅说的是丢特菲 因为在我的心里头也有一个丢特菲 所以 这里边说的是丢特菲 他愿意在教会里头 呃 为首 呃 我们不应该把我们自己啊 放在 呃 呃 呃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心 我们想要被承认 然后我们想去跟着我们自己的呃 呃 想法 把我的想法放在前面 把我的意愿放在前面这样的心 但在教会里边呢 我们应该呃 呃 受到这种训练 就是如果我的想法和教会的想法呢 是相冲突的时候呢 我应该顺从 啊 教会的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我非常羞耻的一个事情 一个一个之前的一个经历 我呢 以前在服务这个 在韩国服务兵役 然后 那个时候呢 呃 心 我不能很容易的去教会 那 那个时候 教会里边 可能只有50个人 然后呢 又新 建了一个教会 那 我在这个服务兵役以前呢 我是在首尔教会过信仰生活 那是一个很大的教会 然后我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 我发现 非常的小 然后我看着也不是特别的喜欢 那时候我非常的 呃 傲慢的 我来到了牧师面前 我说 我说 所以那时候我到牧师面前 我给他一个建议 我说 我说我以前在大教会里边过信仰生活的时候呢 这个应该这么做 那个应该那么做 然后我给牧师 很多的这个建议 然后我现在 回想起来 我真的是非常的 羞耻 呃 我们也可能会成为这样的人 我不是 我的意思不是说 呃 你不应该从来不来表明你的观点 你可以能够经常看到教会的这些不足的地方 但是 每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 你应该就紧紧的跟自己说 那我应该多做一点 有的人说 如果我参加这个香蕉的时候 我觉得 有些时候我就觉得 对我来说 呃 没有什么益处 那为什么你不能够继续的参加这个香蕉 然后来做你 来你来做见证呢 如果 你看到一个 嗯 香蕉 的时候 你发现 这个香蕉的这个 嗯 非常的软弱的时候呢 那你应该继续的参加这个香蕉 然后使这个香蕉变得强壮才对 在这个 约翰三书 十一节里边说 这里边说 亲爱的兄弟啊 不要笑法恶 只要笑法善 这个也是同样是父母要跟孩子们说的话 每当孩子 嗯 在家里说一些 呃 这些脏话的时候呢 父母就会说你是从哪儿学来的是吧 约翰呢 写这封信呢 也同样呢 让其他的基督徒呢 要效法善 不要效法恶 要继续 保持他们做得好的这些事情 我们有我们的肉体 他们会让我们来和一些过得不好的现象生活的人来相比 然后 我们呢 可能就是肉体呢 会非常容易的让我们去跟那些过不好的现象生活的人去比 嗯 如果当你和一个呃 过得好的人比呢 嗯 你如果跟一个 非常富有的人比呢 你可能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要记住的是 我们 我们轮轮教会呢 非常的小 我们想一下我们有多少个车 我们有20个车 20辆车 四家车 然后呢 有14个家庭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标准要翻个个 就是 我们对信仰上呢 我们要去和 呃 过得更好的呃 信仰的去学习 去比较 然后对于这个物质呢 我们要去想一下 还有 我们要以我们所有的为主 感谢神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被呃轻易的影响呢 我们呃 离什么近呢 我们就会非常容易的被什么影响 如果我们要是想观察一下这个 世上的孩子他们的行为呢 他们就是非常的像他们父母的行为 怎么会是呢 因为所有这些孩子 他们所接触到的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从父母那儿来学的 你知道这个丈夫和妻子 他们说话的这个口气 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像吗 这个弟兄和姊妹呢 他们有的时候就像是弟兄姊妹一样 我们想象一下 这个 Fill弟兄和他的姊妹呢 他们两个呢 这个行为呀 话语呀 都非常非常的相像 如果 有人从一个大教会过来 然后学了很多 然后来到了小小的教会 然后来到了小的教会 然后来到了这个区域聚会 然后 他们 过来 然后帮助 然后来洗碗 为什么这么做呢 是因为他们从这些大教会里边学来的 我们在伦敦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呢 这些做得都非常的好 每当一个夫妻来准备 来准备 邀请的时候呢 所以 也有一些 弟兄姊妹呢 也会来到这个家庭来帮助准备 有些人的这个大脑里边呢 就是就有这样的去想的非常全面的这样的想法 每当我们聚会结束之后呢 我们吃完了 吃完了东西呢 有些人呢 就会想到 还有一些这些用过的这些盘子碗呢 然后需要把它们清理一下 所以我们应该 与谁走得近呢 我们应该与这些 珍 珍惜聚会 珍惜相交这样的人 在一起 当这个人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呢 另外的一个人 肯定就会说 我能也去吗 那他就会一起来 还有要 和那些珍惜圣徒的人 在一起 这样的人呢 是非常的谦卑的人 那些珍惜传福音的人 那些珍惜被神能够大大使用的人 要和这样的人 和这些人 要走得近 要在一起 那些 要和这些 教会里这样的人 在一起 他们 你会 继续的 能够 做这些 主所喜悦的事情 直到主再来 同样呢 也要靠近主的话语 因为主的话语 是 给我们分辨能力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 怎么样来分辨 我们怎么样来分辨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恶的 圣经呢 是能够给我们 分辨能力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能够 效法善 十二节 迪米丢行善 有众人给他做见证 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 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 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 这里边 说这个做见证说了三次 迪米丢呢 他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的 我可以想象 这个迪米丢一定是经常和该 该游在一起的人 我们同样 还能够学到这个 这个圣徒 好的圣徒呢 不是自己称赞自己的人 而是被其他的 圣徒所认识 所称赞的 所以他从其他人得到了更美好的见证 然后被别人证实 他是 是从其他的别人那里得到的称赞 很快呢 都会有这个新的这个教会的 同工的名单 那我们 对我们个人来说 我们对这个应该什么样的态度来听这个呢 我应该说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人也能当同工吗 不应该 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说 我早就知道他应该被选为同工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样的 从其他圣徒这样的反应 因为这个人呢 他应该是 已经在其他圣徒心中有美好的见证的 所以说这个同工会的这个名单 不应该是一个让人惊讶的名单 有的人说 为什么教会没有发现像我这样的人呢 那是你自己的想法 那些为主做工 被其他的圣徒所能够 能够证实的 然后呢 为主做工的这样的人呢 可以做这个同工 所以该由呢 他呢 是被其他所称赞的 三节里边说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当我去其他的教会的时候呢 我会带回来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去 我最近刚去了韩国 我听到了很多的弟兄姊妹的见证 我也给他们带去了很多弟兄姊妹 伦敦教会的见证 每当我一说这个伦敦教会弟兄姊妹情况的时候 他们都抬起头来听我 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所以对他们来说非常的感兴趣 每当我谈论到伦敦教会弟兄姊妹的这个情况的时候 这就是他们怎么生活的 他们是怎么样的付出的 怎么牺牲的 然后弟兄姊妹 在韩国的弟兄姊妹们 听到了以后 非常的受感动 受激励 所以说弟兄姊妹们 给了我很多的这些讲道的素材 我非常的感谢大家 我们看一下十三节 约翰三书十三节 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 却不愿用笔墨写给你 主呢有很多的事情想要跟我们说 约翰二十一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节里说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 若是一一都写出来 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主呢为我们写了很多的东西 写了很多的 这里边 约翰说 我呢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 我呢希望呢 能够快快的见到你 我们就当面谈论 我们用这个网络来听话语呢 是比这个见面的话肯定是有局限的 那些在网上听到的 希望你们下次能够和我们在一起面对面的 那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不希望和你们在Zoom见面 我希望很快的能够见到你 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说话 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说话 主里边的 为主而活的这些圣徒们 我们新娘想不想见到新郎呢 当然他想很快的见到新郎 在启示录里边 说了两次 说我必定快来 我必定快来 我们想象一下 这个使徒约翰见到该游的时候 他们面对面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他不仅仅是赞扬了该游 在戏里边 这个约翰见到该游的时候呢 一定会更大的去赞扬他 来安慰他 用主的话语来安慰他 所有的该游所经历的这些苦难和困难呢 提供教会的这些呢 约翰都会帮助他 来这些困难 主呢 也同样呢 也给了我们安慰 然后鼓励我们 同样在这封信里头 也安慰我们 鼓励我们 那想象一下 那我们如果面对面的 见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样呢 他一定会更多的称赞我们 安慰我们 为什么约翰想很快的见该游 快点见他呢 因为他有很多的事情想要和该游说 当我们看到主的时候 在天国见到主的时候 那就是那一天主要把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的问题都解决的那一天 所有的困难所有的麻烦都解决的那一天 我们可以 可能会直接问神 为什么神你会给我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会给我这样的苦难 那天 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去问神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说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 约翰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 我来读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那天一定是非常荣耀的一天 当该游和神要是非常荣耀的一天 那我们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那一天 会更加的有多么的荣耀呢 在那一天呢 我们应该是要得到主的称赞的 我知道 我明白 你们在目前为止 也都是在非常 非常火热的在过信仰生活 那么我们应该更加的火热 更加的热情的过信仰生活 约翰三书给了我们很多重要的教训 就像是约翰给该由这本书一样 这封信一样 主呢给我们整本圣经 就像是约翰表扬了该由 主呢也表扬了我们 就像约翰 非常的 欣喜 该由在真理当中 那主呢 也会为了我们在真理当中而行的时候 而欣喜快乐 神呢 也会非常的 喜悦我们来帮助那些传福音的人 从我们目前为止 我们都做得很好 那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路上 能够继续的来 做得好 来得主的喜悦 最后呢 就像是 主 就像约翰想很快的 想遇见 该由主呢 也想很快的遇见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 慈悲的天父 感谢神 赐给我们的圣经 你爱的书信给我们 就像是 该由 他在过一个很好的 信仰生活 求神 也帮助我们 也同样的 这样的过信仰生活 能够得主的喜悦 求神 帮助我们每一个 人教会的弟兄姊妹们 都能够行在真理当中 得主你的喜悦 求神 能够把更多的 失落的灵魂 能够与我们连接 能够让他们得救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